先讲一个故事 这个题目叫 有人刁难怎么办 这张图里面有两个人物 一个用手指的水井的那个人 叫宰鱼 宰鱼又叫宰我 他是孔子的学生 在孔子的学生当中 哀骂的次数第二排名第二 待会我们再讲排名第一的 这个人为什么哀骂呢 因为他白天睡觉 叫奏寝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 他经常会提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 刁难老师 他现在问的问题是 老师 比方说 有一个好人 调到这个井里面去了 老师你也 跳下去吗 这是一个陷阱问题 而且不怀好意 因为如果老师说 我不跳下去 学生就会说你见死不救 如果老师跳下去呢 他就哈哈一笑说 里面没有人 因为他是比方说 诸如此类的问题 恋爱中的男孩子经常遇到 女孩子会问 比方说 我和我 你妈都掉到水里去了 你先救谁 你怎么回答都不是 如果说 我先救我妈 女孩就说 你不爱我 如果 他说 我先救你 女孩就会说 你连你妈都不爱 你还会爱我 反正怎么回答都不是 孔子给我们做出表率 遇到这样的问题 怎么回答呢 孔子说 你不能这么问 然后孔子说了这样的话 君子 可是也 不可现也 可欺也 不可亡也 什么意思呢 对待一个正人君子 你可以挑战 不能陷害 可以欺骗 不能愚弄 你不能比方说 这个君子 一个好人 是不是掉到水井里面去了 要确认 就像我们看病 你必须确诊了 你才能开药 你不能跟医生说 比方说 我得了癌症 吃什么呀 不能比方说 何况要救一个人 也不一定自己 跳进水井里去 你可以打 110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 再举一个例子 遇到挫折 怎么办 我们知道 孔子的医生 是不顺的 他有自己的政治主张 他也非常希望 推行他的政治主张 实现他的社会理想 但是他走到哪儿都碰壁 周游列国 谁都不接受他的主意 最后困于 陈蔡之间 就是在陈国和蔡国之间 他被人围起来了 没吃的 没喝的 生命还有危险 结果他的有个学生 叫子路的 就发脾气了 子路说 哼 连个地培和接待单位都没有 难道是自驾游吗 很生气 然后孔子怎么回答他呢 君子顾穷 小人穷斯烂矣 就是一个君子 他也是会遇到困难 受到挫折的 但是君子遇到了困难和挫折 心平气和 坦然面带 坦然面对 而小人就乱发脾气 这是孔子的回答 我们时间有限 只能快速进行了 再看第三个问题 有人特色怎么办 特色的人大家都见过吧 开同学会老有人特色 这个特色的人 也是孔子的学生 叫子贡 子贡 子贡是孔子学生当中最有钱的 严回 子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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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孔子最喜欢的三个学生 但是子贡 非常的有钱 他会炒股票 他会做期货 孔子的说法 叫一则屡重 就是子贡 他特别会拆行情 一拆一个准 所以赚得满盆满贯 最后孔子周游列国 就是子贡 赞助的 所以我一向以为 老师还是得培养几个 有钱的学生才好 当然也可以做公益事业 比方说赞助中华医学会 也可以 但是子贡呢 有个毛病 就是喜欢得瑟 孔子的说法 叫方人 就拿自己跟别人比 为什么子贡 为什么他会拿别人 自己跟别人比呢 因为子贡不仅仅是有钱 子贡的学问还好 我们现在都讲乳商 乳商的祖师爷 就是子贡 我在我的中华经典故事 这本书里面 我给子贡写了一所打油诗 开头的两句就是 黄金绝 白玉带 孔门有个 高富帅 点子多 老子快 有钱 有房 有WiFi 所以他喜欢得瑟 孔子怎么说呢 我就没有这闲功夫 就是遇到得瑟的人 我们可以向孔子学习 告诉他 没这闲功夫 而且我们还要记住 不要拿自己的优点 跟别人的缺点比 表扬自己的时候 不要批评别人 批评别人的时候 不要表扬自己 所以有张图就是讲这故事的 这鹦鹉说 我年轻的时候 外语特六 烟鼠说 大哥 会修下水道不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长处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优点 时有所短 寸有所长 所以不要比 人比人 气死人 但是就是有人喜欢比 有些人不但要比 他还要摆谱 那么我的问题是 有人摆谱 怎么办 这个故事 是孟子的 孟子到了齐宣王那里 是齐宣王请他去的 当时春秋战国时期 人才流动 这些名人们都是到处走来走去的 孟子到了齐宣王那 齐宣王就想摆谱 齐宣王就派了一个人 去对孟子 去对孟子说 寡人很想见先生 但是不好意思 寡人感冒了 不能吹风 如果先生愿意来见寡人 寡人愿意上朝 他的意思就是 他不来拜见孟子 要孟子去拜见他 来谱嘛 孟子说什么呢 不好意思 我也感冒了 不能吹风 怼回去了 所以回去了吗 也就算了 谁知道第二天呢 齐国有一个大夫去世了 要办伤礼 孟子说那我去调宴 他的决生就说了 老师 昨天你说你感冒了 你今天怎么去调宴呢 孟子说有什么关系啊 昨天感冒了 今天好了吗 他就出去调宴 结果没想到齐宣王派了医生来了 来给他看病 孟子很狼狈 只好躲到朋友家里面不出来 朋友都问他了 说不懂啊 齐宣王希望见到你 你为什么不去见他呢 孟子说了这样的话 天下有 达尊三 决一 齿一 得一 就天底下最牛的是什么人呢 第一个是有爵位的 贵族 诸侯 他可以牛 第二 年纪大的人 可以牛 第三 道德高尚的人 可以牛 叫做天下有 达尊三 他 其宣王 虽然有爵位 我孟子 有道德呀 我凭什么 要巴结他 所以孟子说 能做头等舱的 就咱们杀 他也做头等舱 我也做头等舱 我什么要巴结他 孟子这个人是很牛的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你要游说诸侯啊 先要不把他放在眼里 可不像现在某些人 见了领导 低三下四 孟子不吃那一套 他说 男子汉大丈夫 就应该 虽千万人 五王矣 你人多又怎么样 你师大又怎么样 你官大又怎么样 我说不把你放在眼里 就不把你放在眼里 所以孟子这个人呢 脾气不好 有个小孩跟他说 大丈夫的标配 就是臭脾气吗 脾气不好 但是非常有骨气 第五个问题 受到诱惑怎么办 也有一个中华经典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庄子 有一天 有一天 庄子在河边钓鱼 这个时候 来了两个楚国的大夫 楚国的大夫 恭恭敬敬的 对庄子说 我们楚王 希望把国境之类的事情 拜托给先生的 这个意思很清楚 就是说 请庄子去当 楚国的国相 当宰相 从庄子头都不回 他问 听说你们楚国 有一种乌龟 可以活三千岁 这个乌龟死了以后啊 你们大王 把他当成宝贝 供在庙堂里面 乌龟的龟甲上呢 镶着金银珠宝 身上还披着 磷锣绸缎 前面供着猪头三身 我想问一下 作为一只乌龟 是宁肯 活着 在泥巴里面 打滚了 还是愿意 死了以后 身上香精挂营呢 楚国的大夫说 那当然是愿意 活着 在泥巴里 打滚了 庄子说 对不起 你们回去吧 我要拖着尾巴 在泥巴里 打滚 这就是庄子 遇到诱惑的态度 遇到诱惑的态度 很简单 就是你想清楚 你到底要什么 你的人生追求 人生理想 你的价值观是什么 不要以别人的价值观 为价值观 不要以世俗的价值观 为价值观 人活着 要服从自己的内心世界 如果 要抛弃自己的内心世界 那么再大的诱惑 我也宁肯不要 所以这里还有一个 庄子的故事 庄子有一个朋友 叫惠子 现在这个图下面的这个 睡觉的这个人 就是惠子 惠子当了 梁国的国相 前面讲了 庄子 是被楚国请去当宰相的 庄子不去 梁国 梁国就是魏国 梁国的首都在大梁 就是现在的开封 所以也叫梁国 梁国的国王呢 把他的朋友 惠子请去当了国相 庄子听说了以后 就去看朋友 结果有人跑去向 惠子报告 说庄周要来了 他来就是墙里的官位的 官位的 结果惠子听了以后 非常紧张 下令全国搜捕庄子 庄子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自己找到了惠子的家里 惠子一见 他当然很狼狈了 庄子说 我跟你讲个故事吧 南方啊 有一种鸟 它的名字叫凤凰 凤凰的特点是什么呢 不是梧桐树 他不歇下来 不是最清亮的山泉水 他不喝 不喝 不是竹子接的果实 他不吃 他在天上飞呀飞呀 自由的飞翔 这个时候来了一头 一只猫头鹰 猫头鹰的嘴巴上 叼了一个死老鼠 看见凤凰 突然 哈 有个老鼠掉下来了 庄子说 老兄啊 你是不是要用 梁国的这个死老鼠 来哈我呀 喝 所以有个词叫吃喝 猫头鹰的叫 在庄子看来 荣华富贵 就是一只死老鼠 自由自在的 随心所欲的生活 才是我们值得 值得我们追求的 庄子的故事 但是想明白 很不容易 所以我们再问一个问题 想不明白 怎么办 这个故事是禅宗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 穿红衣服的 这个和尚 是禅宗著名的宗教改革家 叫百丈淮海 百丈淮海 是个非常有名的改革家 他的学生非常多 他每次上课 下面坐的人 都是乌殃乌殃的 而且每一次上课呢 都有一个老人前来听课 就是穿黄衣服的那个 他来听课 每次悄悄的来 听完就走了 但是有一次下了课以后 他不走 百丈淮海 就很奇怪了 说老人家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这个老人说 大和尚 我确实有话要说 百丈淮海就问 请问你是什么人呢 这个老人家说 我不是人 我是野狐狸 我是一只野狐狸 不过五百年前 我也是人 我是这个山上的和尚 有一次学生来问我一个问题 我答错了 所以变成了野狐狸 百丈淮海就问 说那他问了一个什么问题 你又怎么就答错了呢 这个老人说 那个学生问我 有大修行的人 还会不会落入因果报应 我们知道佛家是讲六道轮回 因果报应的 佛家也讲 一个人为什么要修行呢 就是要脱离六道轮回 脱离苦海 不再落入因果报应 百丈淮海就问了 那老人家 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这个老人说 我回答了四个字 不落因果 不会落入因果报应 结果我变成野狐狸了 不想不明白 不想不明白 我这个怎么就不对呢 我怎么就会变成野狐狸呢 百丈淮海说 好 你再问一遍 这个老人说 大修行的人 还会落入因果报应吗 百丈淮海回答四个字 不寐因果 两个回答 只有一字之差 第一个叫不落因果 第二个叫不寐因果 不落因果 就是不会落入因果报应 不寐因果是什么呢 是不在乎因果报应 这就是禅宗 禅宗的特点就是超越 就是你纠结吗 你纠结 是这样的还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还是这样的 禅宗告诉你 你不纠结 你不要非得这样 非得那样 你就修成正果了 你就成佛了 你就立地成佛了 这个老人家听了 不寐因果四个字以后 恍然大悟 脱胎换骨 第二天他们在山上 找到了一只野狐狸的尸体 那么这个变成野狐狸的老和尚 立地成佛了 也就是禅宗告诉我们 事情其实很简单 超越 不要纠结 那怎样才能超越呢 怎样才能觉悟呢 我们再看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里面的两个 下面的两个人 一个穿绿衣服的 绿袍子的 是著名的文学家 苏氏 也就是苏东坡 他旁边的这个和尚 是著名的禅师 叫佛印 有一天 苏氏和佛印 到杭州 到杭州 一个庙里面 就看到了一尊观音菩萨的像 观音菩萨 大家注意看 观音菩萨手上拿着什么呢 念诸 佛教徒的念诸是干什么的 念佛的 佛教徒念佛 主要念两位 一位是阿弥陀佛 你看佛教徒哪个念诸 就是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呢 因为阿弥陀佛是接引佛 它的功能是在你去世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你马上要死了 你赶快喊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把你接到西天去了 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所以要念阿弥陀佛 还念什么呢 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 不停的念观音菩萨 我念观音菩萨 苏东坡就问了 说我们善男性女 手上拿着念诸 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也拿着念诸 他念谁呀 我硬说 他念观音菩萨 苏东坡不明白 说观音菩萨 为什么也要念观音菩萨呢 佛应说 因为菩萨比谁都明白 求人不如求己 这就是禅宗的意义 禅宗的意义 就是这一句话 求人不如求己 任何人的觉悟 都是自己的事情 别人帮不了你 佛祖也好 菩萨也好 禅师也好 他只能给你一个契机 来启迪你的智慧 智慧和知识是不同的 知识属于社会 可以受受 智慧属于个人 只能启迪 所以要想获得智慧 归根结底 还是要靠自己的觉悟 如果你去问佛祖 佛祖也会这么说 这张图表示的是这个意思 是唐僧取经 我们看西游记啊 知道唐僧取经 最开始取的是无字经 是白白纸 而后来回去以后 才取到了有字的经 但是当时如来佛祖 说了一句话 说白本者 乃真经也 也是好的 唐僧就问了 请问佛祖 这真经到底是有字的好呢 还是没有字的好呢 佛祖的回答是 跟着我左手右手 一个慢动作 你就明白了 好吗 好吗 来吧 来吧